思维容易受他人影响的人 也很容易变得眼界狭窄 小冯化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些男人感性 敏感 内心也十分脆弱 别看他们事业有成 其实本身也还是个价值观不稳定的年轻人 他们也承受不住人性深处的惰性影响 与相恋两年的女友结婚 小冯感到很幸福 女友是同专业的学妹 两人恋爱时非常甜蜜 婚后的生活紧张而忙碌 很快 小冯升职了 此时她的心态却变了 她看到一些年轻的女下属 总是炫耀男友给她送的昂贵礼物 情人节的时候又再炫耀男友转的1314 或者5200的红包 说她不给钱就分手 那些女生还说就算结婚也不生孩子 花光男人的钱就离婚 这让小冯很害怕 她越来越担心 妻子现在不愿意生孩子 也是在消费自己 小冯太容易受别人影响了 她只看到别人怎么说 却不想一想自己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 只把事情往坏的一面去想 然后她就付诸行动了 回家后向妻子提出要AA制 妻子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妻子本身收入也不低 各花各的完全没问题 反正房子车子都是小冯家买的 妻子很单纯 以为丈夫升职了 是想要花钱买一只想要的游戏机 投影仪什么的 丈夫之前还一直说想攒钱买跑车 妻子想 丈夫还在享受物质生活的阶段 无所谓 反正自己也还不想生娃 以后再说 再者 妻子也信任彼此的感情 以为丈夫只是图个新鲜 AA着玩 回头还是会依赖自己 放弃那个愚蠢的念头 谁知道这些A制竟然执行了四年 小冯一开始A的项目还不多 也不习惯 很多时候都顺手付钱了 后来小冯越来越熟练 所有的开支都跟妻子A了 小冯也并没有乱花钱 她把钱都存了下来 做了一些理财投资 小冯一开始想得很不错 怕妻子恶意消费自己 想看看妻子什么时候愿意怀娃 只要妻子怀了孩子 而且没有乱花钱 就证明她是真心过日子的人 到时候把攒的钱 全都给妻子小冯这么想着 然后闷头存钱 然而情况渐渐变得不对劲了 一个人花钱是真的爽 小冯收入提高了 又只给自己花钱 两人几乎是分开生活 就像陌生的合租室友一样 给小冯带来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自由 正如一些人单身上瘾一样 身上的责任一旦去掉了 没人愿意再捡起来 单身的自由生活太舒服了 谁愿意给自己上强度呢 于是小冯渐渐开始给自己花钱 不但不节省 反而多花了一些存款 于是四年下来 她总共也才存了18万 这对她一个月薪酒签的小管理来说 属实不应该 而且小冯压根没有发现 这种单身生活过久了 她沉迷各种娱乐 一回家就打游戏 不思进取 这四年里 她的职位也再没有提高过 小冯的贪欲 完全用在了她自己身上 她变得越来越吝啬 金钱观越来越扭曲 妻子怀了孩子 小冯却推翻了自己的预设 没有把存款交给妻子 也没有取消费制 她觉得 两人那方面的事 也是妻子有需求 她想生孩子 也是两人共同的选择 所以依然费制给生育费用 把她拉回现实的 是妻子突然开头 向她借三万块钱这件事 这年冬天 岳母生病了 老人家年纪大 冬天和夏天 最容易心脏出问题 岳父母的钱 拿来付手术费用 但做完手术 还要住院观察 还要在ICU待几天 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 于是岳父找女儿借钱 偏偏妻子刚生孩子没多久 一段时间不能工作 已经被架空了 只能换个岗位 妻子以后的收入会减少很多 而且发展空间也小 让她此时拿出三万块 实在是困难 她自己的积蓄 除了用于请月嫂和养娃 还用于修复身体的损伤 这部分钱 丈夫没有跟她AA 小冯的思想早就跑偏了 她被人性深处的惰性和自由 冲昏了头脑 根本不想负担这些多出来的责任 她只想把自己摘干净 逍遥自在 小冯得知妻子的经济现状后 不仅不同情 反而只以风险评估的角度 刁难妻子 怀疑妻子还不起这笔钱 不愿意借给她 妻子很生气 她找朋友借了三万块给父母 然后就提出离婚 要求丈夫跟她签协议 小冯傻了 她只想享受 但不想离婚 不想离婚是因为 没办法跟自己父母交代 以她的现在的思路 但凡离婚后父母不骂她 孩子将来还能给她养老 她也是乐意离婚的 夫妻俩吵了起来 小冯阵阵有词 你跟我离婚了 谁还要你啊 你只会比现在过得更惨 妻子气得直拍桌子 你现在敢跟我说这种 PUA的话了 你还知道你姓什么吗 恰巧小冯的父母 从老家千里迢迢来看望儿子 打算来伺候儿媳坐月子 得知儿子犯魂 竟然做出黑的事 母亲大怒 冷着脸让儿子闭嘴坐下 然后母亲要了纸和笔 写了一长串的清单 拿给儿子和儿媳看 小冯一看就傻眼了 母亲写了这么多年来 养活儿子的费用 粗略算下来竟有一百万 母亲说 你觉得你现在有的一切 都是靠你自己吗 你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跟你老婆A什么 你先跟你爸妈A 把一百万还给我们 小冯这才想起来 自己曾经是为什么要跟妻子A的 明明是一个观察 却把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不知不觉间都出卖了 但她还嘴硬 说母亲这是偏袒儿媳 父亲怒骂 你到底懂不懂结婚生子的意义 想要逍遥自在 你结什么婚 谈恋爱是我们逼着你谈的 你现在要么把钱交给你老婆 要么就给我滚出家门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听到父亲的骂声 小冯吓得直缩脖子 再不敢造次 她交出了十八万 又被父母骂了一顿 让她以后不准再乱消费 最后小冯承认了错误 老老实实说出自己当初的想法和目的 向妻子道了歉 妻子听了更是无语 反问 别人的想法关我什么事 你问过我吗 你凭什么直接给我下结论 小冯更是无地自容 知道自己有这么好的妻子 却不珍惜 羞愧地抬不起头 人这一生 尤其是在年轻时 总是会因为价值观不稳定而做出奇葩的事 就像网友们说的那样 年少轻狂时 谁还没犯过错呢 而且有些人犯的错 在常人看来非常离谱 甚至不值得原谅 但是对于这些人本身 他们在其中也经历了一些复杂的情绪 也曾备受折磨 尤其是那些很容易受外界观点影响的人 他们很容易盲从于他人 做出伤害家人的事 这时候能够拯救他的人 只有他的父母 因为父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关键时刻可以制止孩子荒唐的行为 聪明的父母绝不会由着孩子胡闹 也会懂得对儿媳好 才是真正为儿子好的道理 儿媳是那个和儿子相伴一生的人 就算儿媳也是年少轻狂犯了错 也该将他带回正路 做父母的 不要被情绪左右 不要轻易放弃儿子或者儿媳 父母一定要明白 孩子在30岁之前有可能会经历一些事 导致价值观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此时他们有收入 有时间 有生存基础 最容易犯魂 把握住机会 在关键时刻拉孩子最后一把 让他们夫妻和睦 这个大家庭才会稳定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